欢迎收看凤凰说 古装剧中的美女总是一出场就让人感到惊艳 有些演员诠释的美女人物 甚至成了难以超越的天花板 过去曾有林青霞、王祖贤、邱淑珍等人的古装扮相 成为无法取代的经典 后来的演员像是刘亦菲、杨幂 古装扮相也都非常漂亮 不过今天影片要介绍的是 90后出身的新生代演员 诠释的那些令人难忘的古装美女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武侠类作品中的美女 过去最成功的前辈绝对是刘亦菲 她扮演的小龙女和王雨嫣太过穿神 最近几年的翻拍版本都鲜少再出现如此成功的诠释 不过2019年的新版《倚天屠龙记》 是少数没有翻车的一次 其中住戏单扮演的周芷若特别受瞩目 一出场穿着一身白衣清理脱俗 纯净的眼神仿佛就是原著中的周芷若 后期眼神一变 黑化的样子也演得很到位 这次演出让朱旭丹获得了很大的肯定 这一版的小钊也颇受好评 过去邱淑珍演出的版本太过深入人心 导致这么多年来 很少有新的小钊让大家记得 徐亚婷却带来了一次成功的演出 本身就是混血儿 略带异国风情的脸孔 稚嫩的模样 相当符合原著中对于小钊的描述 加上无辜的神情善良的个性 这一版的小钊相当美丽动人 2017年版的射雕英雄传 李一同扮演的黄蓉也很出色 由于过去许多演出太受肯定 导致翻拍总是难以再创夹击 李一同的面貌清秀 演出的黄蓉很有原著中 面貌清雅爵俗的模样 一出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李一同也演出了黄蓉娇巧可爱的性格 这部戏让他圈粉无数 因此大红 这一版的射雕英雄传 在豆瓣拿下了相当高的八分成绩 2020年赵英山版的鹿顶记 虽然各个选角都被大大的嫌弃 但是杨奇如扮演的双儿 是少数受到好评的一位 演出当时只有20岁 自带一种清新纯真的感觉 全是忠心耿耿 勉腆可爱的双儿 被誉为是颜值很高 气质又贴合的选角 仙侠剧也有许多让人难忘的美女 90后的迪丽热巴演过非常多古装剧 最受欢迎的三生三世枕上书 迪丽热巴扮演的凤九 大眼红唇 额尖一朵凤尾花 也是颜值极高 让人一眼难忘的古装美女 凤九的性格同时又非常可爱 相较于高冷的仙气美女 更让人觉得可亲 杨子在香蜜橙橙金屋霜扮演的紧密 性格活泼可爱 天真烂漫 外形也是光彩照人 在戏中的设定也是六届第一美女 只是因为吃了云丹 一开始自己没有身为女子的自觉 十分招摇搞笑 杨子早期在清云之中 其实还扮演过一位美女人物 师姐陆雪奇 是一位容颜空灵清爵 穿着白衣英姿飒爽 擅长使剑的侠女 同为90后女星的郑爽 如今虽然已经被封杀 但是她在喜事电影画壁中的演出堪称一绝 扮演的小仙女牡丹 那一个回眸眼神明亮清澈又纯净 当年可是惊艳了许多观众 郑爽当年也以此入围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 郑爽整形前称得上是个很有灵气的美女 她早期的许多古装作品 武则天秘史 太平公主秘史 黄图腾 其实评价都很不错 古剑奇谈中的香菱更是非常可爱 对比整容后的相貌以及现在的处境 可说是让人不慎唏嘘 经典的角色值得回味 好剧也值得重复看 请观众借我一分钟的工商时间 许多观众应该都有购买不少影音平台 像是Netflix 腾讯 爱奇艺的会员 但是偶尔会因为所在地区的限制 很多戏剧看不到 这边要推荐一款VPN的app Surfshock 使用这款app可以选择的国家超过65个 让你不受地区限制 收看更多好看的戏剧 下载一些来路不明的VPN 最怕的是资料被窃取 这款app也保证了资讯安全 还能够无限的使用在手机电脑等各种设备上 观众可以从置顶留言找到下载链接 只要输入凤凰说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VNIC STORY 购买就可以获得仪器者的惊人优惠 再送三个月免费使用期间 感谢Surfshock的赞助 让我们回到介绍 拍摄网络剧走红近几年非常火的赵洛斯 当年让他一炮而红的网剧 传闻中的陈千千 一身红衣帅气出场的模样 也是很有记忆度的一个名场面 虽然赵洛斯经常饰演搞笑的人物 但是古装扮相其实也很美 他在三千压沙中 曾经有围露仙妖蒙面义舞的桥段 也非常漂亮 举进一的相貌虽然评价比较两极一些 不过古装的扮相还是拥有许多粉丝 他在芸汐传中就以绝美的古装扮相打火 精致的五官小巧的眉眼 给人一种温婉柔美的感觉 不少观众认为他十分适合古装 是古装严情剧的标准美女 而他在新白娘子传奇中 飘逸出城的白衣造型 更是让许多人惊叹 1994年出生的他 俨然也是位90后的古装小花 1998年出生的宋卓 今年只有23岁 童星就出道 小时候就看得出眼值非常高 宋卓拥有高挺的鼻子 小巧的嘴巴 五官立体又精致 时装古装都很好看 他在夜天子中输了两条辫子的造型 模样不但可爱 还相当清新脱俗 宋卓的古装作品不少 久久飘渺路 上古蜜月 都是单纲女一号的戏 1995年出生的哈尼克兹 前几年因为参加节目 《国风美少年》跳了一曲《一梦敦欢》后爆红 她的古装扮相美得就像是 《眼情小说封面的女子》 哈尼克兹踏入演艺圈后 拍摄了电影《赤狐书生》 扮演莲花精英莲 是一位美貌又悲情的人物 哈尼克兹也曾经在《天舞记》中 让她非常适合古装 接下来要来看看宫廷类的古装美女 《90后》的李庆在《如意传》中 饰演的韩布丁美人韩湘剑 一出场摘下面纱 就让乾隆和在座嫔妃看呆了眼 高冷而面无表情却没得让人敬畏天人 李庆在《清云年》饰演的鸡腿姑娘林婉儿 同样也是一位让男主一见钟情的气质美人 李庆温柔婉约的气质 相当适合扮演这一类的古装美人 古丽纳扎在《武神赵子龙》中 扮演历史上的爵士美人貂蝉 也是古装美女的经典演出 本来就有北影笑花 新疆四美之一等称号的古丽纳扎 也演过很多古装剧 最早在《轩缘剑之天之痕》 扮演的小雪 顶着一头很难驾驭的长卷法 却以神仙颜值演成经典 过去是知名网红 被向众后踏入演艺圈的白鹿 今年在大火的古装剧《周深如故》 也让人看到了她在古装上的潜力 过去她在招摇和《九楼霸主》 扮演的都是比较英姿飒爽的人物 这一次演出的时宜 温柔可爱善结人意 梳着齐刘海的少女模样相当可爱 1994年出生的徐璐 当年拍摄《甄嬛钻石》只有16岁 演出《甄嬛》的妹妹玉饶 昔日的模样就让观众直呼好美 有主见的个性也让人十分喜欢 徐璐在《九州海上墓云记》中 扮演的苏宇宁同样是扮相秀美 清新淡雅的朴素打扮 气质就显得非常出众 说到让人一眼难忘的古装美女 有一位1999年出生 神似刘亦菲的新生代演员 她就是王楚然 她凭借着在《将军在上》中的演出 《一炮而红》 饰演的表妹刘席英 是一位相貌倾国倾城的女子 在戏中穿着白衣 仙气飘飘一张无意的场面很经典 刘席英也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 她的神仙落泪 仿佛连荧幕前的观众都要一起哭了 王楚然在戏中也有身穿薄纱 露出鲜腰 上演风情万种的异国舞蹈场面 自带一股高雅气质 同时又带着一点美艳 古装扮相可说是相当亮眼 她也曾经在燕云台 扮演一位痴情美人御霄 古装演出受到好评的王楚然 另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 是在《清贫乐》中扮演张贵妃 原是一位平凡的宫中舞娘 因为滋容出众 舞姿优美 后来飞上之头 成为皇帝最宠爱的妃子 却骄横跋扈屡次见月皇后 最终没有落得好下场 王楚然诠释的张贵妃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短暂 却娇艳无比的玫瑰 《清贫乐》中还有另一位古装美人 那就是1999年出生的人敏 她所扮演的公主赵辉柔 气质清新 虽不是一眼让人惊叹的清晨美女 却有充满灵气的少女气息 在戏中她爱上宫廷内侍 一段不被允许的恋情 她也用生动的表演 诠释了这位公主的悲苦 这次演出让人敏年纪轻轻 就入围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 90后中还有一位古装扮相绝美的人物 那就是彭小冉在东宫中的演出 在荒漠草原上长大的 西州敌酒公主曲晓峰 一身红衣配上朱翠头饰的抑郁打扮 是许多年来都无人可以超越的古装扮相 除了这一身经典打扮 彭小冉本身也很适合穿古装 五官立体 鼻梁高挺 略带一点抑郁风情 非常适合演出来自西域的美女 有些魔女造型的古装扮相也十分好看 香蜜沉沉进入霜中 陈玉琪扮演的魔戒公主刘英 穿着一身黑衣 帅得一手好边 有些邪气却又个性正直 重情重义 豪迈的性格 搅好的容颜 是相当讨人喜欢的一位人物 陈玉琪非常适合带点俏皮感的邪气人物 她也曾经饰演过《倚天吐龙记》中 一阵一邪的赵敏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一族公主胭脂也是很成功的一位 拥有维吾尔族协同的演员戴斯 五官就比较立体 黑衣加上造型就很有古装里魔女的感觉 虽然是魔女 却有一颗善良的心 不忍两个个个争夺王位 也不忍心侄女死亡而亲自抚养她 是一个美丽又善良的异族少女 《则天启》中白虎妖族公主洛洛 也算是一位可爱的魔女型人物 吴倩演出的洛洛天真单纯 活泼可爱 不是倾国倾城的爵士美女 穿起古装却有一种恰恰刚好的邻家少女感 也是可爱类型的古装美女中一次成功的演出 看完这些新生代演员扮演的古装美女 谁才是你心中90后古装美女第一呢 或是还有哪些演员的演出也很不错 今天凤凰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